大休斯顿地区桥界还隆重举行了升旗典礼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大休斯顿地区桥界隆重举行升旗典礼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迎着朝阳由华夏中文学校学生组成的仪仗队 护送国旗入场 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庄严的国歌声中缓缓升起 飘扬在海外赤子心中 蔡伟总领事至此表示 70年来中国人民创造了局势瞩目的伟大成就 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对世界的繁荣和平和稳定做出了卓越贡献 中美建交40年来的风雨历程证明 只有求同存异 积极合作 开放融合 才能互利共赢 造福两国 汇集世界 蔡总领事改现美南地区华侨华人 积极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 促进中美各领域交流合作 喜庆热烈的舞龙舞诗 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奋进精神 升起典礼上还演唱了《我爱你中国》 小朋友们表演了诗朗诵 《独中国》和合唱《老家在中国》 五彩气球放飞蓝天 在场华人发出阵阵欢呼 之后大家一起共享祖籍国的生日蛋糕 70周年升起典礼表达我们对故乡跟亲人的思念 对祖籍国的热爱 我很高兴参加升起 我很爱中国 我喜欢中国文化 这是我第二次升起 我很兴奋 我为祖国自豪 壮丽70年辉煌新时代 海外华人把中华文化底蕴 传承到美国和世界 也表达了对祖籍国的美好祝愿 我 四天伴着我 同学记者牧时 休斯顿报道